你有沒有感覺處女作比較麻煩? 是的, 但因為婚姻令我改變了 因為我以前也被某些位置比較執著 以及情緒化 但我覺得對家庭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會慢慢去調節 到現在會變成很多事情都沒什麼所謂 就沒有處女作那麼執著 老婆呢? 老婆當然是... 這就是她 這就是很執著 老公就可以了 總有一個要退兩小時 對, 真的很好 她是一個好男人 跟她拍完之後 之前有沒有拍過? 有, 十幾年前 但當時的她又不是她 你又不是你 我想說回你的女兒是什麼座? 金牛 都是很囂張的 所以再加上我這個處女座 我又可能很想她跟著我去做某些事 或者... 即是我是為你好的 這麼像你的角色? 少少吧 口水多過了 等你埋位? 大家好 今天我們Ice Breaker請到一部電視劇的男女主角 這部電視劇這個星期就有大結局了 就是婚後侍的羅子逸和陳志堯的歡迎兩位 大家好 而且Yoyo是第一次上來我的節目 歡迎你 你還帶了一個行李來 對呀, 因為待會馬上要飛 但我無論如何都做了都姐的訪問 多謝多謝 很久了 多謝多謝 很久沒見兩位了 是嗎? 紫日上次上來就好像... 兩年前左右 第二個小孩還未出生 現在幾歲? 現在一個兩歲, 一個四歲 哇, 難臭 也是的 因為大那個四歲就開始擔心他學業的問題 是 然後小的兒子兩歲就很誇張 怎樣? 兒子會不停地尖叫奔跑 然後爸爸又要做牛做馬 又要騙他 會說話的吧? 那是不是很多問題? 都不是 他現在大部分都是說單字 小句子 都不是問題 他只是說要玩 不停要玩 一回到就要玩 因為Trouble 2是難臭一點 這個階段兩歲的時候 兩歲最難臭 因為他開始大 由嬰兒開始大 他覺得好像自己懂些東西 但又不是很懂 他會有很多疑問 開始對這個世界很好奇 很探索 而且會多了情緒 那方面 你平時拍攝 阿謙都已經這麼忙 回到他就 希望休息一下 但回去小孩又要跟著你玩 那就不夠精神 但我的心態是 我知道我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 對 因為這就是我的責任 和爸爸的責任就是這樣 我覺得 因為我反而覺得 如果我不珍惜的話 我會後悔 那也是 你說兩歲 但他每天都在變 每天都在變 每天都在變大 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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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同了 剛剛的Yoyo說 現在Trouble 2 但你那個幾歲 今年十二 十二 進入teenage的狀態 那是否開始 人家就是捉著他爸爸 你那個是否開始有點不理睬你 是啊 真的 開始進入青春期 反叛期 不過我簡直覺得 好像突然間 這一兩年突然間 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即是他之前 可能九歲十歲 都還要跟著你 是啊 之前還會好一點 還會聽一下話 聽一下你講 現在他跟我說 我覺得我是大人 我覺得我大過女 但當然在我們的角度 依然覺得其實 都是很小 當然 但在於他們的心態 他們覺得 我有自己的空間 我想有自己的空間 我有自己想做的事 你不要吵我那麼多 我那麼多 而且他開始不會不聽 以前小時候 叫你快點去洗澡 吃飯 就去的了 對 都會聽 現在真的喊 不做就是不做 以一個處女座的你 多姐 是啊 你也是 你也是 你哪個月 8月 好一點 8月7 8月7 哎呀 很難搞 因為要求特別高 對嗎 男生好像比較好 不是 因為我老婆也是處女座 哎呀 我們這裡全部都是處女座 我老婆830 那你的子女不是吧 我也是處女座 幸好不是 你有沒有感覺處女座是比較麻煩的 是啊 但是因為婚姻令我改變了 是 因為我以前某些位置比較執著 是 和情緒化 是 但是我覺得對家庭不是那麼好 是 所以我會慢慢去調節 到現在會變成很多事情都沒有所謂 就沒有處女座那麼執著 老婆呢 老婆當然是 這就是她 這就是很執著 老公就可以了 總有一位要退讓 對 真的好 她是一個好男人 和她拍完之後 之前有沒有拍過 有 十幾年前 十四年前 但是那時候她又不是她 你又不是你 是不是 我想說回 你的女兒是什麼座 金牛 也是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再加上我這個處女座 我又 我又 可能很想 很想她跟著我去做某些事情 或者 我處女座 即是我是為你好 對 這麼像你的角色 少少 但是我又不是很像我 因為我的角色其實她是父母 她就逼她要考好成績 要學很多興趣 我這方面又不是 但是我覺得至少你最基本的事情 你都要做到 你不能夠差太遠 對 以免她有聽 回到你又難做 不要爆太多 但爆一點 有什麼是你叫她做的 她不肯聽你的話 沒有這麼晚出街 沒有 現在沒有 還未晚出街 12歲而已 不可以 12歲不可以 有些人可能不回避 我就不可以 始終女生 我覺得要安全一點 例如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 例如假設生活日常的 可能是廁所 因為我不知道 Doo姐你有沒有 我也有一些 乾乾淨淨 乾乾淨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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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 淨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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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永遠給他們選擇 但那兩個選擇都是我的選擇 其實都是你的 例如洗澡 他不肯洗澡 我就會說 女兒 我有五分鐘不是十分鐘 接著就要去洗澡 你選誰 十分鐘 那你現在更小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希望我現在從小開始培養女生 都不要這麼口響 到了teenage很難搞 你自己都試過反叛期 你回想一下 我的反叛是很純的 是嗎 你不會看很多東西都不順眼嗎 有一期會是這樣的 沒有 我現在長大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住村 我比較好傳統 家裡是一代一代 家教很嚴重 嚴重到我自己都害怕 爸爸說什麼就什麼 嚴重到某個歲數就是反叛 沒有反叛過 我和你都很乖 因為我也是 我不是很理解 當然身邊也有朋友 我和朋友聊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說 你小時候都會這樣 或者他們會分享 我小時候十多歲的時候都會這樣 但在我的印象中 我自己可能都是比較偏怪 我好像沒有什麼 是 因為我們又要回去處理座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會想再前一步 會是怎樣 將來會怎樣 還有自律 對 如果我行差答錯了 之後 對 之後一定會有後果 不可以亂來 太太太太 太太太 太太太太 太太太太 滿足了就算了 我認識Yoyo 那次合作是應該 熄火 對 一個直播 大課的節目 在香港 叫做第一次做 他由第一集 大家不看好 因為你很緊張 他處女作為性格 很緊張 緊張得不得了 又有很多高手在裡面 說話很厲害的高手 很厲害的 細細粒 你記不記得 他根本自己有做這件事 誰不知你就是 一直成為冠軍 你現在是不是仍然做這件事 我發覺很難 是呀 其實我覺得 有些事我覺得很神奇 好像是冥冥中有個安排 當初我參加《色課》這個節目 我也是想著 抱著一個學一下東西 玩一下的心態 我又沒有想過 這件事最後帶給我 我現在真的 其中一個身份 也是一個主播的身份 我覺得 原來好像真的有安排 上天有安排一樣 是很困難的 因為 我記得我第一次直播的時候 第一次 我直播 因為今年一年 我記得我三月二十幾日 第一次直播 我第一次做六個小時 連續做六個小時 沒有去過廁所 不停地說話 我做的時候也不錯 但我想說 第二天 那一晚睡醒 我第二天睡醒 我整個人瘋了 我是用了我所有的能力 然後 那天這麼累 但當然 現在慢慢慢慢做 慢慢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現在就覺得 就算我前一晚直播五六個小時 我第二天還覺得還可以 懂得怎樣調節 身體開始慢慢適應 開頭的時候真的適應不到 對 阿謙有沒有做過 做過一兩次 不過跟老婆在一起 但我們簡單一點 好像當作一個網上的活動 不是這樣去銷售得那麼厲害 或者那麼長時間 那去廁所是一個問題 對 那怎麼可以不去廁所呢 尤其是我們女性 喝少一點東西 播放之前先去了一次 在播放的期間 盡量不要喝那麼多東西 自己看著 忍著 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 突然說要去廁所 就算有點急 我都忍住 最後完了我再去 因為如果你走開 又開始掉了 對 又開始掉了 這份工作不是人人可以做到 那次做了幾個小時 我也是做了幾個小時 哇 但我們兩個人 對 我們兩個人舒服很多 有得不用 對 有得做都再做 再試一下 會會會 挑戰一下 什麼都試一下 你們都涉獵不同的東西 剛才說直播 有沒有唱歌 也有 登台 演戲 這是自己的基地 喜歡哪一種多一點 我喜歡演戲多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歌喉不行 哈哈 你不是有練嗎 有練 但我對唱歌很執著 是 很多朋友說 OK啦 你 例如別人想見你的樣子 你唱少許音樂 不行的 我每一次去登台 我都一定要找老師 三個月前就練好一首歌 是 我是不可以讓自己在唱歌方面出醜 因為那不是你的範疇 所以你一定要做得好 對 反而是這樣的 Yoyo有沒有登台 有 你對自己要求很高 也是 當然不能夠走音 起碼都不過不失 未必去到專業歌手級 但你也能見到別人 要見到別人 是 演戲 演戲是至外 兩位都是 我發覺 直播對於我來說是很新鮮 剛剛開始演戲的時候 是另一個範疇 但你說現在我投入了直播 再拍戲 再唱歌就比較少 可能只是這兩件事 回到頭 我發覺原來我也比較喜歡演戲 對 因為形式不一樣 即直播 其實形式很單一 你當然要學那個技巧 怎樣帶得好 但你就是對著那些貨品 你就在咪面前說說說說 或者在鏡頭面前說 但演戲 你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角色 面對不同的對手 說說不同的對白 那件事是每一天 每一場戲都有新鮮感 但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遇到好的劇本 這是第一關 很難過的 你有沒有覺得 怎樣找到好的劇本 請問 如果遇到一個 我想以前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很不一樣的 你正在拍攝的時候 都知道很不一樣的 那怎樣呢 怎樣去對付這件事呢 我會覺得 好像剛才這樣 我喜歡演戲 是因為我的感覺 好像平時 我學到新東西回來 我就會用在新的劇本上 如果像剛才說的 那個劇本本身 可能你也知道 不太理想 是 我不會浪費了這些機會 我會把學的東西放在裡面 我看看 可不可以用這些機會 去提升自己 可能我會想著 有一個僥倖的心態 就是 出門的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這部劇不太理想 不過你做得挺好 這就是最高的讚美了 在一部一般的劇裡面 你做得挺好 一樣都是要努力 不能節省的 是嗎 Yoyo呢 我也是 無論哪一部劇的劇本 好還是不好 其實都是盡自己的努力 最大的努力 去把角色做好 可能有時候 真的遇過劇本 連對白都不知道 他寫什麼 前言不對 他們會不會提出 前文不對後理 有時候 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改 當然 有些很嚴謹的人 但多數 其實很多人都會改 我說不是 之前我是這樣的心態 為什麼這裡會這樣 我可能會跟導演商量 如果大家OK了 就改一下 我真的試過 整段對白不行 我回家 整段對白 我重新幫他寫過 我真的試過這些情況 盡量令事情順一點 出來的感覺舒服一點 都是盡力做的 但是 就算好停是不好 其實 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也挺喜歡工作 我很享受工作的過程 都姐也是 我明白 所以 無論好都不好 總之 當時那一刻 我就投入在那個狀態 都要過到自己 有很多事情 現在拍劇集 還是說片飛來 還是有完整的劇本 一點點 一點點 完整真的 又不算 怎麼說 齊了二十集 齊了三十集 我覺得一點點 很多時候可能是頭十集 但可能是大江分唱已經出光 你知道大朗是怎樣的 如果有大朗就好了 是的 但不知道他後面會不會改 這個也是很考功夫的 那你們這套《婚後視》是出光劇本 還是怎樣的 出光劇本 這個就好 是嗎 我都不記得了 你不記得了 沒有出光 都出大部份 開頭的時候 出很多 所以我也想說 這一出《婚後視》 我們都覺得是難得一遇的 覺得自己很喜歡的一個劇本 有很多很好的口碑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最佩ب两部份 最佛是最佳美的 最佳單